海星国小60周年校庆云游会受肺炎疫情影响 延到今年3月27号举行 由于家长们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进入校园了 这次校庆云游会更是激励家长们 全体总动员热情的参与这项活动 同时今年还集结了许多家长的捐款 还有孩子们的零用钱存款 购置了一组中高年级专用的游乐器材 在校庆这一天也正式启用 受肺炎疫情影响海星国小校园 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这么热闹 这是海小60周年校庆云游会 忍耐了一整年终于再度开放校园 家长和孩子们都很开心 今天很荣幸能够参与海星小学60周年的一个园游会 其实60周年应该是上去年就应该是要办理这个活动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远到今天 我们很感恩这个疫情能减缓 让我们的家长已经一年了 没有进到校园里面来跟亲师互动 透过这样的机会 也可以来更清楚了解我们的海星小学办学状况 也了解海星小学 这多年来的碧乌兰鱼 才能成就今天的一个辉煌 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感谢家长的一个协助 开幕典礼上表扬了热心的学校志工 还有捐款购置游乐设施的家长们 造价90万元适合中高年级使用的大型邮具 在校庆这天也正式揭幕启用 这个邮具的启用是因为 我们本来邮具要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是达不到的 那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希望说建造一个邮具 也是当做一个60周年的一个赠品 让小朋友能够一个崭新的开始 那我们的很多的家长非常热心 给我们的一个赞助 所以才能成就这个邮具在寒假期间来建造 那小朋友也非常的高兴 我想小朋友可以感受到家长满满的爱跟关心 海星国小校庆园游会家长们的参与度相当踊跃 各式各样好吃好玩的摊位 都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规划设置 大人小孩努力叫卖 销售成绩相当亮丽 热闹欢欣的海小校庆园游会 让校园再度充满了活力与热力 这旅会幻视报导